大家好我是元吉格陶石川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房子的中心有树 其实房子中心种树一般在城市环境中很少见 主要是在我们农村的房子和别墅中会发生 可以画个图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房子 这个位置是房子的大门 但是你会修一个围墙 因为有了院子 把院子加上够厚 算出中心点 中心点在这里 那么这个就是中心点 就在这个地方种了一棵树 这个点能不能种树的 是不能种树的 这个位置是一定不能种树 中心点在风水当中 它是五黄卫 五黄它五行是属土 而五黄卫在风水当中为五黄大煞 它的煞气非常松悍 所以是不能够去克它的 中树的话 五行为木 木克土 所以说如果你用木来制土 制这个五黄 正面相对 你制服不了它 反而会被它给伤害掉 五黄我们只能用蟹 要用金 来蟹它 因为土生金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的房子的大门 是在这个位置 对出来过后 和大门的距离 是一条直线 而且这个距离会比较的近 这里要强调一下 这个树是大树 而不是小树苗 小树苗是没有影响到 所谓的大树就是很高大 可以说比房子还高 或者超过了房子高度的二分之一 那么如果气口前面有一棵树 在这个环地宅经当中 长到人前有大树 为困制 代表家业困难 不离事业财运发展 这是一个方面 这叫独向法 独向就是看起来像一个困制 就是很困难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从辣气的角度来看 它会阻塞 气口 挡住气口 相当于我们用嘴巴在呼吸 本身是很流畅的 但是在你嘴前 给你照了一个口罩一样 呼吸就会很困难 所以说它会阻塞口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如果你门前有大树 特别是在雷雨天气 它容易招来雷击 因为我们人平时会坐在 这个区域 它容易招来雷击 让住在宅子里面的人不安全 这一点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在中心位置 是一定不能够种大树的 如果你修建房屋的时候 中心正好有一棵树 我们最好把它砍掉 如果大树的生命力 特别长 它的根特别发达 会串到你的地基下面 会影响到你整个房屋的稳定性 可能树根还会装到你的房间里面 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好了 这叫阴气入宅 树根其实它是招阴的 阴气重 阴胜阳衰就会产生害怕 产生负面情绪 阴阳五行当中 我们最好是阴阳平衡 或者是阳 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